每当有新嘉宾上线的时候,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该嘉宾的颜值了。 从下期预告里,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即将和我们见面的男舞的背影,虽然只能看到背影,但是从中我们不难猜出他一定也是一位长得还不错的男嘉宾,因为他的背影看着就很帅,他的到来一定会让春日一般的关系图产生一些变化。 目前关系比较明朗的,只有牙牙张浩欣和灰灰董婉辉,他们两人如今是双向奔赴,也是春日一般里最甜的一对,后续应该会一直给我们发糖。 唯一让人担忧的就是牙牙作为一个女生有点过于主动,笔者还是希望董婉辉不要错过这样好的一个女孩子,希望他们锁紧一点。 牙牙目前的心意很确定了,就看另外三位女生会不会把目光放在这位新到来的男嘉宾的身上了。 如今,他们的选择变多了,后面的剧情还蛮让人期待的,我们除了可以知道男舞的背影很不错以外,还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很温暖。 笔者估计,这应该是一位性格比较开朗的男生,不知道他加入春日一般以后,会和哪位女生快速地擦出火花呢? 好戏即将开始,目前这几位女生都有和这位男舞互动的可能,就牙牙张浩欣的可能性小一点,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灰灰的身上。 朱斐儿和王正卓目前的关系有些微妙,他们彼此对彼此的心思由明朗变得模糊,他们需要时间冰释前嫌,至于阿侯阿杰的话,他目前心仪的应该是灰灰,可是,灰灰和张浩欣互动得很频繁,灰灰心理应该更偏向牙牙一点,总之,男舞的到来充满看点。 朱斐儿